在立委楊琼瑩的召集下 內政部營建署及市府等單位 站在大亞國小門口進行會堪協調 因為學校缺乏通行步道 因此近前衛的學生上下學 都走在車流量大的學府路上相當危險 因此校方希望能夠改善這項交通問題 每天上下學的時間 我們看到說在學府路上人車增道那個情況 那我們就一直很遺憾說 大亞國小一直沒有提供一個更好的行進空間 人行道這方面讓小朋友有一個更安全的走路環境 為了這個學童通行的人行步道 校方爭取了快兩年 如今透過立委楊秋英協調 中央和市府終於點頭答應 要將線的圍牆拆除 並且內縮為副城市的花台 規劃出人行道及家長接送專區 總經費約930萬 學府路的圍牆給他打掉 然後做綠梨的概念 也就是換句話說這個學校就像公園一樣 從學校裡面也看得到外面 從外面也看得到學校 這個我們就是一再的概念 學校跟社區要結盟在一起的人文生活教學概念 我們中央款大概六百多萬 還有那個地方也有 市政府這邊也有配合款 大概一千萬左右 我們一棵樹都沒有動到 就是說把這些樹就作為我們人行道的一個行道樹 將來就會變成一個社區的景觀 內政布營建署表示 工程預計五月中旬失作 八月底前完工 希望能還給學生一條安全上下學的道路 記者裡講的鐘才不到 謝謝大家